大家好,我是营养师美珍 肝脏负责人体90%的解毒排毒工作 还要储存糖原,以被身体出现突发情况 当我们的饮食不节,熬夜睡眠不足 就会导致肝脏超负荷工作 肝的解毒能力就会下降 那多余的毒素就会开始作祟 但身体出现以下三个表现 说明肝脏在提醒你得赶紧养肝了 表现一,口干口苦口臭 肝功能异常会引起血液中的尿素氮和氨的含量增多 导致敷出的气体有点像厕所的味道 而患有肝病的人可能还会出现腐臭味的口臭 表现二,手部出现肝脏,指甲会异常 肝脏是手掌皮肤出现片状的葱血斑块 按压后会变成苍白色的表现 这是肝功能减退的一种标志 而指甲表面也会出现树纹 坑坑洼洼,白斑点,容易锻炼等情况 表现三,眼睛的变化 中医讲,肝太翘于目 眼睛出现眼肝颜色,红血丝增多 是肝活望的表现 俗话说,养肝就是养命 日常养护肝脏一定要注意补充足够的水分 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离不开水的参与 也可以在喝水的时候泡点养肝清肝排毒的食材 今天每人和大家分享一个 有助养肝降肝火的绝冰子菊花茶 准备绝冰子,菊花,牛磅,蒲公英羹,枸杞,金银花 一起放入杯中 带着开水冲泡五分钟即可饮用 可以像这样子呢 仿佛的冲泡1500毫升水 绝冰子它可以清肝明目 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 菊花清肝明目排毒清深 在明医别录中就说过 牛磅九福清深耐老 可以防止毒素在人体中堆积 而蒲公英中的活性成分 可以修复损伤的肝细胞 对喝酒后造成的肝损伤 有很好的调理及保护作用 在配合上滋补肝肾 易经明目的枸杞 和清日解毒消肿散结的金银花 能将养肝清肝排毒的作用 更好的发挥出来 有助排肝毒降肝火 调理身体的内环境 相当于给我们的五脏六腑洗个澡 造会干净清爽的状态 改善因肝火旺而引起的 口干口臭口苦 牙龈肿痛 耳鸣失眠多梦等这些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呢 我们这个茶方啊 它是比较寒凉的 体质虚寒的朋友就不建议饮用了 好了今天的养生保养方法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关注美针 为您打一截获 分享适合您的食料茶方